好 您好 他是拿桌球 你介紹的手不知 憶恩公告 左右開公司射標 瑪瑪 阿龍都回擊力這樣子的 哇 真的會喔 厲害 厲害 好 可以了 打上 打上癮了 可以了 哇 這個開球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 大家有沒有看過 沒有 那我幫他打到天黑了 我都沒有拍 人氣我覺得他還是非常棒的 然後我覺得還是今天非常開心 跟瑪琳九先生一起開球 這可能是我 除了跟瑪琳之後 另一位跟瑪先生打球 我覺得非常開心 然後也感謝瑪先生這種邀請 我們大陸這種學生團 來到台灣訪問交流 所以這也是我第一次 之前也去過很多地方 但是對於台灣自己 一直想要來去參觀也好 學習交流也好 所以第一次來到這兒 也感覺非常開心 也感謝這個機會 因為蒋鳳龍他也算我的前輩吧 然後包括陳思宇他也是非常優秀的這個乒乓球學種 其實我們私下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但跟蒋鳳龍其實在我們兩個職業生涯裡 從來沒有交手過 今天也算是我們第一次交手 然後確實本身他演的是非常高的時間 就像剛才說的 曾經打過世界排名排到過第三 也有很高的實力 所以我相信從他那個年代 包括鄉主營那個年代以後 他們這種在乒乓球上這種成功 確實給接下來台灣乒乓球選手 對於乒乓球這種熱愛影響力 我覺得影響了很多 剛才你打的用了幾分力 你剛才你打的 我覺得我們雙方都是全力吧 期待啊 可能接下來除了還有這個學校的交流以外 可能還有故宮的這種參觀學習 當然還有接下來還有還會去日月台 以及一會去陽明山去參觀風景 我覺得這些都是自己 在自己想要參觀的地點之一吧